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母亲和妹妹的Sakura 都是美人 大物 结婚纪念日 要想当年圣楼还在大闹纪念日现场 依辉这个服装非常适合 像个小丑一样真可怜 这个4D一年苦大仇生的样子 老四懵逼 来感觉了 来感觉了 他全程都是苦大仇生的表情 看着就有一种 我怎么出生在这种家庭 对 痛苦面具的 替身攻击 丢掉咯 他是谁啊 好 抽的鸭子 丢掉咯 真是沸腾 这两个反派是至今达不了的 就是Sikron Joker Nuna Toriga Hitometal还有Funk 好像没用Sikron和Turiga了 有 银色的左手就是Turiga了 那Sikron弄呢 Sikron就是金色的那个头 一体哪里 我是贝吉塔 我旁边这位是 利维俄 我旁边这位是 天龙司令 小英这个眼睛我真的放不住了 正在笑一样 没有Sanmase Tamashi Tamashi真的出来了 Tamashi 来个Ghost躲起东西 几乎真的活着的时候 屁用没有 死了之后剩下的东西 一个比一个行 样样都是宝 所以很傻逼啊 TV里面写的 要死了才能发挥他的作用 小丑中的小丑 令和逃战的 祖传后山地狱吧 这叫什么 这叫回收OP 他后一把OP 拍回来了是吧 你们那些屌麻天天说我偷皮欺诈 我现在就给你回收 没了 这就是我觉得最帅的镜头 高光率在变身上 对 后面全是王八拳 他也能拼掉一个 都这样殊途同归 还有你10加6怎么会拼 TV那些什么粉碎什么冲击 什么骑士拳都不用 王八拳 他他他他 换上大 他输了 倒KDA 他输也要拿个SVP 你有与恶魔为虎的勇气吗 同时致敬W 可以 发出兆可的声音 不打单车了 买个单车也不是不行了 我是蓝维斯 看着他复活还是觉得很好的 可以可以 前方又是王八拳 拒绝花里胡哨的 是到十枪干 经典的维斯 打架其他人为官 要几个会喊666的嫌疑 可以 应援团 可这个确实是寄附的力量 可这个确实是寄附的力量 木下斑塔景点打飞所问 这次他们两个人一起摆Post 看来是蛮感的 以往都是维斯一个人版 可以可以 这是TV真结局的 正确的 说实话他把这段替换到最后一两集 发十架换掉 我都觉得很 就直接恢复记忆嘛 多好 像W大结局那样子 TV定格在那个位置 我觉得是ok的 还是前期他感觉没有 塑造好这两个人的羁绊问题 本来应该可以写五十集的内容 二十集写完了 你后面三十集讲个卵 说白了就是一个写法的问题 太快了 太快了 没办法这个是小说家 小说家跟编剧的一个差异性 你看像请上民书写爆炸管不是很会抖包袱吗 就那两三匹布 人家硬是给你抽到五十集 你还觉得要写多一百集 这就是差别 同样是爱管闲是类似的人设 为什么别人能够写出花来呢 是不是 这是降维打击 所以你也不能说 木下半叹叹真的就不行 我只能说他作为一个 连番编剧来说确实不行 基罗里英勇完整 回来吧 基罗里地狱不能没有你啊 这个老的是coss里面那个处女座素DS 到底那coss什么角色 好像是勇者斗尔龙 哈哈哈 打回人的骄傲 涂木老哥 涂木老哥不会开车 开玩笑 近世界老玩家 怀旧服来新服 展现身手 肃然其境 不是很懂 有用吗这设定 要么就是景和后期低化伞 他回来之后可能会有点那个 哎呀这个美瞳看的我真的是 哇瞧他那个粉厚的真的是 一抹我屌全是粉 哇操 对啊按理来说如果 你拜师要切形态的话 拜师会回到一回身上的 但如果细球的话 这里就排不下去了 估计他们也没所谓了 复活组 复活组 这段上面那个广告很多彩蛋 对 你看卡米亚马托马 风孤军 黑电视的他有幻梦了 哈哈哈 出现了真正的恶魔 肥蛇肥蛇 其实这里也对上王蛇素敌 毕竟铁命也是牛 然后后面这两个人 跳到那个火车轨上被车创死了 后面他们看到一个黑色的球 然后就开始参加一个新的游戏了 没有 哎呦 这里牛牛黑微信乱 偷袭跟地形杀 完美回收听 博语地域 哇哇 好多彩蛋啊 我看到个555 藤刚佐佐目 宫内死身 一号二号 V3 哈哈哈 啊 他们TV见过 哈哈哈 他有看他妈那个直播 哦 还有那个伏笔用在这里 我屌又对上了 这个理由也很充分啊 可以可以 然后叶琪这皮套 你看这裤子破的 还有 拉裤党 恶多了 父母前范 直接完成了牛牛30级才完成的目标 哦 我应该懂了 当时母牛他不是想直接许愿 但是不行 迪拉姆说那个野蛮人就是他 所以就后面就改成要两条才可以了 他甚至还在这个时间 为他们两个做了新的ID 剧场版限定罢了 主要就是为了把肌肤暴龙封号 不然他用肌肤暴龙识别了 就会有人喷的 你看这个人衣服是缓着的 说明是龙眼 我知道相互假释吗 乡村假释 这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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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罗里真的帅炸 帅炸了 这 我经历吗 高情商 带上假面 是管理员之间的战斗 一行 可以换替身 替身攻击 我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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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时代变 这要有远见的小群 不对应该是旧式的小群 旧式的小群 旧式的小群 旧式啊 你看这里跟最近集结对上 高桥这剧本写的真的牛逼 打灰套装 他用的好强 在服装兵手上感觉就一般强 因为有恶魔的加成 还有就是他是空城代扣的最佳适配 剧场版Boss水平有的 可以了 Device分离恶魔和人的设定 很合理很合理 先把4级分离在鸡鸡收尾 双方都有盘 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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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的理想世界 那时候 DESA GRAMPLY 我感觉这里也算伏笔吧 最新那集不是马上就抵押了吗 说不定他也能回归一下 就像SEBA人数回归那样 也可以哦 你就不能够留住BICE 主要是 后面基本没有机会让BICE再出来的 不一定 来个Device10周年 这次活下去的人是你了 官方签订 立合真实 可以 这队也是很match的 哎呦 哈哈 哈哈哈 好像龙奇TV结局 确实 完美复刻 你还欠我3万块 哈哈 哈哈哈 3万块还没拿回来 哈哈哈 我靠 直播祈祷我是没想到的 还有 感谢QN刷的超级火箭 哈哈哈 哈哈哈 鬼伤亮大形势 樱土 自宜基罗利 米姐基罗利成为基罗利 哈哈哈 说说能不能上台琪这一球 台琪拍的可以啊 我觉得 拍的快有优势 有些时候你既要也要 时间赶不上啊 所以就常把样台来拍 是有一定的道理在里面的 然后锦和恶魔那点呢 要么是拍着玩的 要么就是后期锦和黑化 我觉得就是表里如意啊 要不他后期黑化也可以啊 因为这个就有点像是 善意跟阿可的那个对立嘛 你要追求至善 大家都不能够有邪恶的想法 说白了就恶极管 研究跟维斯感觉就 纯纯的不过多 他跟王蛇 那个组合也挺妙的 他虽然嘴上说的 要机会锁我角面骑士 他真杀的时候 他还是会怂啊 就通过这种细节 把每个角色都塑造好了 然后他被王蛇 偷袭一家地形沙搞死 他就把这双鞋怪来还掉了 对 又对应上来 一直追着疾呼的人 看这个剧场面 肯定能跌得到点数 而且他卡这个时间 可能卡的特别好 他肯定特意挑这个时候发布 看到的人肯定能理解 依旧过电的 满分30吧